今天一起做西多士 港式西多士和外国西多士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就是用新鲜的方包 发觉会用过期了、干了的发棍 很环保地用厨余去做美食 香港的茶餐厅和冰室 用面包的速度这么快 怎会有过期面包用呢? 用新鲜方包实际点 港式西多士就是这样被人发明了 首先要做一个花生酱三文字丹 其实你喜欢放什么酱在里面都可以 巧克力酱、果酱、香脆也可以 但是馅越3D就越容易爆出来 所以要小心点 做完三文字才切走面包皮 切面包最好用一个有牙的刀 这样面包就会保持有弹性 如果用一把平面的厨师刀 就会很容易压变面包 炸出来的效果就一样了 打两只鸡蛋 外国的西多士会叫你加上牛奶 但是千万不要 因为炸出来的效果不会那么脆 而且油会弹到周围 三文字要像海绵那样去锁蛋 不要忘记得那边 用中火去预热一瓶油 用筷子去试试油够不够热 够热西多士就可以炸了 炸的时候我喜欢淋一些热油在表面 等西多士定一定型 我反它的时候就不会穿不会烂 每边要炸大概20-25秒 炸完就要避免放在厨房纸上 最好就放上铁架 让空气流通 保持它的脆 热辣辣的加快溶牛油 淋一点糖浆 完美了 温馨提示 我们每一个影片都有英文版和中文版 英文版方便你给邪姐去看 等它可以做餐厅级的西多士 让你在家里享受 真的很好吃 请你like and subscribe and 快点做西多士